第二个问题是说回入境的情况 也感谢局长 3加4这个都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说4加3甚至5加2而已 效果出来说对于某一部分的商业活动 其实入口是有增加的 但是旅游的活动其实是不多的 我负责批发零售界 我们这业界当然最希望就是国内的游客 过来香港因为大部分的生意 其实都是国内过来的 所以跟国内通关一直都是我们的期望 但是近大半年大家都心中有数 现在这样的疫情的情况 跟国内通关其实是极度渺茫的 但是跟国内通关的话 现在3加4我们看到的效果其实都不是真的那么好的 因为其实其他全部现在其实都是零的了 那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真真正正去考虑 就是0加7这个方案或者一个数字呢 因为如果重视你说2也好1也好 我相信那些人考虑来香港的机会其实都不高的 那对于整体香港的经济 其实影响局长我相信你都明白 尤其是那些国内的展览业 尤其是那些国内的展览业 过去这三年其实都国内的没有搞的了 过去那两年呢 可能其实大家都不搞那样打扰了 但是这今年的话呢 开始其他地方在不同的地方搞呢 我们国内的展览中心的地位和国内的展览中心的地位 其实现在很担心 那局长这里可不可以看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请问一下 至于在输入那里 境外的人士方面 对内地的通关 确实是很受到内地本身的 检疫政策 和它本身的疫情 例如最近的疫情 内地的疫情严峻 我想在这个时候 就很难去到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去检讨 很放宽那个入境内地的检疫措施 至于是否是什么时候推0加7 我相信我都答了很多次了 我也都明白 大家都很关注的 就是不同的行业都很关注了 你问我十次一百次 我现在的答案都告诉你 我们会看数据 而一旦我们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政府是会绝对明白 香港各行各业 对于这个和国际的联通方面 是有因子的需求 我们香港也都要 应该要向国家 要求我们做那个方向 保持一国两制 背靠祖国 联通国际 我们怎么去联通国际呢 是政府重要的一个工作来的 放心 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宣布的 靠你之位 局长 今天这个通内观和外观 对香港市民和经济重要性 大家都不用说了 有一个关键就是 怎样做到这件事 怎样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我现在都在说 我和很多市民都有些疑虑 就是说 为什么新加坡同样是 远离香港 撤离了很多措施 但是又不太见他们的重症 或者死亡率 过得很紧要 令到他们要削减服务 但是为什么香港 可能疫情还没有新加坡那么紧要 为什么反而是我们要削减三成的服务呢 还有收到一些医护人的意思 或者他们的意见 当然是 多谢政府明白他们那种压力 怕他们崩溃 所以就削减了三成这个手术 和诊症的服务 但是他们说 他们就入院的工作 就很多所需的行政工作 令到他们 其实一样是没有时间去处理病人的 例如去举例 就入院 就是会通知病人 入院究竟要做快策 还是核酸 隔几天要做 做完要转病格 另外 入院多少天才可以有亲友探病 探病前有做什么 什么检查手续 这些全部都由这些前线的医护跟进的 想问问政府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 让这些前线人员可以多些做照顾病人工作 而不是做行政工作 要不然他们觉得 即是削几多服务都未必有很大帮助 我想问这个问题 局长 首先我们都强调了很多次 新加坡和香港在很多方面有些分别 其中有几点包括他们年龄的结构 香港一个老龄化是特别严重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弱点 就是当疫情来到的时候 老年确实是一个高风险人群来的 第二我们在老年人群的接种率 确实不是很理想 我们已经大力推转 现在已经有了进展 相比之前我们其实是有很大的进步 第三就是我们那个医疗系统本身 也都在很多方面制度上 是和新加坡是有不同的 举个例子 新加坡他们会推行一些 譬如说没有打针的人 如果感染了新冠 一旦入院的话 他们要自费医疗费用 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誘因 令人打疫苗的 但我们的医疗系统 确实供应系统 就暂时没有采取到这样的方法 我们的供应系统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安全网来的 给我们全香港市民 可以很低廉的价钱 去接受到 甚至是免费可以接受到的服务 特别是面对新冠的病人 我们现在都是采取这样的策略的 所以在整体方面 这个是有很不同的因素 确实 其实新加坡在面对疫情 严峻的时候 它医疗系统都有压力的 其实是有这些数字的 不过可能对香港的一些传媒来说 我们未必是听得到这么清晰的 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尽量努力 将我们的医疗系统 要确保就算现在 去到这么严峻的情况 去到一万个的确诊病例 我们对医疗系统 我们都要保证它能够可以运作 虽然有一部分的影响 其实那个影响有一部分是 关系到我们本身自己的人手 短缺的问题 这是一个长期的 可能结构上的问题 我们要总体面对的了 但是如果我们比对一下 我们都在分析着的 就是以现在的疫情 去到七日平均数 已经是接近一万 相对我们在第五波疫情的时候 七日平均数接近一万 其实我们在医疗系统上的反应 已经是有进步的了 比如第五波疫情 在二月底的时候 去到七日平均数 是接近一万的时候 我们当时每天的死亡数字 已经接近到五十个了 亦都比对深植治疗部 和住院人数 都是比现在的数字很多 在这个整体上 我们是由第五波到一个 由历史上学习到的 包括了我们在疫苗接触率高了 特别是老人家和小孩 我们在私家医院里 他们的支援大了 还有我们也加强了治疗 各方面 其实这个就是令到我们的医疗系统可以维持的 主席 第二个问题 其实局长刚才答了几次了 我这里想问就是说 我们十一月份应该在香港 有几个大型的金融和城市会议的举行 但是因为这些金融会议都吸引了很多全球的金融高管来香港 但是很多的高管已经表明如果我们有一些防疫的措施 他们就不会来的 那我想问回呢 其实局长刚才答了说 看数据会调整个政策 但是因为这些活动在十一月已经举行的了 现在我们已经去到九月中差不多 所以会不会就着这些重要的会议或者盛事里面呢 当局会有一个措施 针对这一方面去做一些调整 不用我们这些会议或者盛事举行不了 甚至乎给我们鄰近的地区看着来打抢了去呢 局长 关于 那个十一月份有没有特别可以处理的 如果有几个大的展览或者圣诞那些可以处理的 首先我要强调政府在考虑抗疫政策是多方面的 就不会说因为某一个会议 甚至某一轮的一些活动 是去到单方面 只是考虑一个因素是一个多元素的决定来的 我们要考虑的是疫情的情况 医疗系统 和确实那个数据当时的数据情况是怎样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情的数字就是上升了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做得好一些通力合作 我们希望那个上升的速度是减慢 甚至是可以去到个顶峰然后回落 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医疗服务能够维持到的话 我们政府是会适时去检讨这个政策的 那我首先同意局长讲的就是我们市民的健康 和我们经济发展是得到平衡 还有另外一个你都同意就是我们用数据去说话的 但我们都抗疫了两年零九个月了 那我们想知道局方或者新一届政府 有没有一个最新的抗疫时间表 我意思就是数据和抗疫的一些开放政策有什么关系 例如一些外国国家 他们就将疫情去到很高峰的时间就放开了 又或者去到抗疫的人数很低 那再更加收紧 那我们香港有没有一个策略呢 在这方面我想听一下 局长有什么想法的这方面 这是第一个问题 政府的抗疫政策 主要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能够维持到我们的医疗系统 那我们现在都密切看着我们的医疗系统的承受的能力 能不能够维持我们市民大众 特别是我们公营医疗 不是只是对照顾新冠的病人 我们有很多非新冠的病人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是过往其实有人批评香港的抗疫政策是叫养恶起座 就是说一时就收得很紧 一时就放得很松 一时就躺平 一时又坐起身 现在政府是希望不会做到这样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方向是要坚定的 所以在我们考虑改一些政策的时候 我们也很不想走回头路 所以这些政策就不可以是基于一时的冲动去到进行 我们希望我们的政策走的方向是坚定的 也正正是我们在走每一步的时候 好像我们调整到3加4的时候 我们有足够的数据去到推动 就不希望我改了3加4之后突然有什么问题出现 我们要收紧回去 这个也是在我们考虑是否可以0加7 或者其他的一些警力的措施 改动的时候 我们是一定要想清楚 就不要走回头路的希望